好 那 你現在看到有沒有撞擊的時候 沒有 沒有產生shave mark 然後 有的會產生shave mark 有的生成的shave mark在背後 有的在前面 好 那這個原因在於 這個都是這個shave mark產生的 好 那我現在這個speed是想要試試看 可不可以 壓之前面的 速度 好 就是 我要抑制 原本 就是 呃 它追蹤的時候 這個fight target的瞬間飛過來的速度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暫時無效 好 先把它刪掉 好 那shave mark本來應該碰到就會生成 沒有錯 那現在的問題在哪裡 在這裡 在我們最前面一開始有講到的 就是pf icon 我那時候不是有提到一個 呃 分子的飛行速度可能非常非常快 好 那 畫面上你覺得它應該飛這樣 飛弧線 可是因為frame到frame 這裡跟這裡只有兩個frame 所以你就會看到sue飛過來 這個弧線不見了 那 所以你需要讓它偵測更精密的frame數 現在的狀況就是 分子是一個點 那 衝擊到的瞬間那個frame不存在 沒碰到 下一個frame已經過了 前一個frame沒到 第二個frame已經過了 那它就不會偵測到 好 應該有發現 好 如果那個frame已經過了 分子還沒到 就不會生成 那到了下一個frame 分子又飛過去了 也不會生成 所以這個地方會變成要去人工去改到 好 跑不動 它正在算 因為我把它改成八分之一個frame做偵測 好 OK出來了 那 你就會看到 有的撞到側面 所以生成這種角度的 那這我們就要去改一下 呃 5 target的亂數 亂數總值 好 不按一下又要算很久 好 好 它再算 呃 所以基本上 好 透過這樣子的組成 因為這一個 這個framemark就會自動貼在 貼在這個表面上 它就自動會貼在表面上 它就自動會貼在表面上 我的分子的飛行方向 可能還要再設定一下 這回去再去調參數 好 那 但是現在主要的是 這一個數值 好 這個數值的關係 四分之一frame就好了 不要 不然好久 好 然後分子數量其實也可以調少一點 好 那 Render的時候其實可以算到非常細 就是算到tick 好 算到tick 呃 如果你追蹤到tick 或者Render的時候 我算八分之一個frame 那成果會跟 這裡不一樣 好 本來不會算這麼慢啦 因為它現在在算 呃 八分之一frame 就會變很久 好 當你的 viewport的frame數跟Render的frame數不一致的話 你就會發生算出來的結果跟 視窗上看到的不一樣 那遇到這個狀況 好 就要同心把這兩個數值 較為一致 好 那現在的問題在於 我們的 fine target的追蹤的時候 第一個速度太快 呃 第二個它的 追蹤的範圍有點大 所以 我們可以去放一個 新的物件藏在它背後 哇 整個都變慢了 好 呃 如果整個會變慢呢 我們可能要降低 先暫時有一些event先關掉 例如spawn 就這件事先不要管 先不要產生尾巴 好 那 呃 你可以做一個比較小的 好 比較小的box做為fine target的目標 就是換掉 自換掉這一個 然後換成小的這一個 那這時候它追的時候 會追向這個地方 碰撞 還是以sharp mark為目標 那 collision spawn 等一下也會以defact為目標 所以 它追蹤會集中向一個區域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說 我追蹤的時候 我追蹤的時候的目標 它偵測的追蹤目標 是追它的pivot 或者是icon之類其他的位置 也可以這樣去追蹤 好 那當然通常我還是比較建議 就是直接換一個 呃 新的參考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測試 你要追蹤的是表面的點 還是追蹤它的pivot 好 這裡都可以改 切 欸 那分子咧 我關太多了嗎 看一下 有哪一個被我關掉 這是bomb出來的 沒錯 沒錯 沒差沒差沒差 by target 追蹤 box3 618 30 欸 分子不過來了 喔有了 來了 好 那又不生成了 通常只是不生成 都一定是飛行的速度跟那個的關係 所以這裡要再做 呃 一些調整確認 好 是 嗯 全部